大家好 升旗得道 今天是2024年4月18日 今天是星期四 今天來到 農曆年的3月初十 今年是甲晨年農年 今天也來到 清明的最後一天 因為從19日 明天開始 就是另一個節氣了 另一個節氣 將會叫做谷雨 谷雨 是春天最後一個節氣了 即是說 春天 嚴格來說 還有十幾天正式結束 這一節我們要跟大家繼續研究中國大陸的種種問題 中國大陸 是有大量的債務的 因為 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近這十幾年的所謂經濟奇蹟 其實就是一場 瘋狂的借錢 不打算還債的一場遊戲 全世界有很多地方 不是開玩笑的 我們真的很認真跟大家說 我們去過世界很多不同地方 見過很多不同的人 跟過很多不同的人聊天 他們對於香港和中國大陸的看法 其實 在整個世界有很多落差 好在今天 整個西方社會大致上 對 中國大陸的情況也相當了解 其他國家 包括 並沒有把中國大陸裂造敵人的這些國家 多數 都不是西方的主流國家 這些國家的人多數 都是不認為中國大陸 還是非常之強大 而且變得越來越強大 而且還有秘密武器 更加會覺得 中國到最後是會取代美國的 證明中共 的這一場 騙局 其實對全世界的效果真的是相當之大 雖然是這樣 但是 中國大陸 其實就是一場借錢 想不還的遊戲 就是跟 香港的一個 可能是詐騙集團差不多 偽造大量的 工作 收入 然後 四周問財務公司借錢 然後你以為這個人相當之有錢 原來他是靠不斷地造假 四周借了很多錢回來的 而且根本無力常還 大家知不知道 當債務 是大到 難以想像的時候 其實這個世界是絕對沒有得還的 到最終 是等於 債主 可能還要出來救你 這個就是世界的遊戲 而中國大陸 就是想學美國 覺得 借到全世界的錢 是可以不還的 因為 如果爆煲 你就要跟我一起 下去見閻羅王 這個一直都是中國大陸的盤算 這一節我們要繼續跟大家揭露中國大陸的地方債務 正當有一段時間 香港 的媒體 還有香港的藍絲 還有香港的那些所謂財經新聞 跟你說 說中國大陸要救市啦 有阿爺看著 大家還記不記得 還記不記得 當時的數字有多大呢 當時號稱 有2萬億 我們對於這個數字是不是真的能夠拿出來 本身已經相當之質疑 但是如果你看回中國大陸的地方債 什麼叫地方債 就是 地方政府不斷地舉債 發展項目 就好像 破產 八名漢市政府一樣 即是說 是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跟你說我要大搞基建 四周發債 然後借錢回來 搞項目 然後項目全部爛尾 根本不夠收益 英國已經有幾個地方council要破產 就是 不斷地搞大發展 徹底是學了中國大陸的地方債的那一套 結果真的會破產 中國大陸的地方債 是大到你難以想像的 中國大陸的地方債 其實已經超過了 10萬億 中央說要救市 就是說拿2萬億出來 其實是連五分之都不夠的 基本上是徹底 是沒有辦法蓋得住地方政府的債務 根據最新的統計數字 來到2024年 從中國大陸的中央 轉移出去給地方 那個 數目 是超過了10萬億 這個是總數來的 這個是計算那麼多年來加起來 從2013年 開始到2023年 中央政府轉移 預算案的增長率 是超過200% 即是說中央政府需要補貼地方政府 而地方政府 就是不斷地四周發債 中國大陸現在 自從過了3年的疫情 然後面對封關 封關完之後 解封 然後徹底 將整個經濟問題徹底浮現 因為 所有人的財富差不多蒸發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原本 就是危危苦的地方債 是差不多 是要全面地 正式爆破的 中國大陸最可怕的地方就是這些地方政府 他的舉債 數量 是你高到難以想像的 如果你說英國有幾個地方council是破產 其實中國大陸 那個舉債的數字 是這些所有破產的local council 總和的100倍 也不止的 即是有幾大規模 其實 是天文數字來的 是大到 是根本絕對不可能償還的 我絕對不相信 中國大陸是有能力 還到錢 我們早就知道 中國大陸的經濟泡沫 唯一可以 救回 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全世界容許他 製造比現在的經濟泡沫更加巨大的 第二個經濟泡沫 這個是唯一 中國大陸可以將他自己的債務 是解決的辦法來的 但是你想一想 其實這個也不是解決來的 這個是把債務再大一點 再一次爆破的時候要怎樣 其實是沒有辦法 就是再製造更大泡沫 這個 是美國的模式來的 但是美國 債務 跟中國大陸其實仍然是無法相比的 中國大陸的總債務 其實比起美國高出非常之多 而中國大陸的生產力 根本 是完全及不上西方國家的 即是說他不斷在模仿美國 實際上 跟美國相差很遠 其中一個最簡單的原因就是 中國大陸 先不說國內人是不是聰明一點 還是蠢一點 只是說中國大陸 政治制度還有貪腐 你已經沒有可能跟美國相比的 美國就算有貪腐 跟你 中國大陸 的國家級貪腐 相差 一千倍 一萬倍 也不止的 所以根本兩個國家 你就這樣把它平排比較 根本兩個國家 是完全不對等的 偏偏中國大陸 是癡心妄想 覺得只要模仿美國 然後就可以取而代之 也許中國大陸內地居民的能力不是差 因為我們現在看回全世界 真的很客觀持平地說 中國大陸 是真的有創意和生產力的 雖然 是很喜歡抄襲 但是這種力量 的確很多國家是沒有的 就以印度為例 印度也是號稱 相當多人口的國家 但是 跟中國大陸 那些人的拼命和勤力程度 相差得相當之遠 所以 一個最簡單的牌子 叫小米 小米如果不是印度 是出招對付的話 其實小米打進印度市場 基本上是毫無敵手的 不過就算我真是當真 也沒有用的 因為 整個地方 政治是腐敗 制度是貪污 基本上 就是 自由生產力的敵人 最終一定將自由生產力吞併 變成了 貪腐的利益 更何況地方債更加跟 我們剛才所說的中國大陸的國家級企業不相同 多數 地方債 其實是大搞基建 就是建的 大白象的高樓大廈 香港也很喜歡的 就是 隨便一個項目就跟你說幾百億 幾十億 例如明日大嶼 基本上起出來不知道做甚麼 總之就是借錢 回來就是搞項目 項目 項目 中國大陸項目那幾個字 是徹底不值錢的 因為 在中國大陸 講項目足足 講了幾十年了 四周圍的人 拿著張紙 拿著塊地就跟你說有項目了 好 只是 累積欠下來的利息 已經超過了 過萬億 你也挺難想像的 利息 竟然 有那麼高的數值 現在我們討論中國大陸的問題 基本上 跟以往的討論是不相同的 以往的討論是中國大陸何時爆煲 現在 現在 在說中國大陸是怎樣爆煲 因為 兩個字叫爆煲 不夠 是詳細的 到底他會用甚麼形式 逐樣東西崩潰 我們仍然需要和大家 慢慢緊貼 我們今節和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安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23條之下 無時無刻都要打開VPN Gmail 用VPN打開USIP註冊新的Gmail帳戶 美國虛擬電話號碼 Text Free 免費試用3天 建議長期付費使用 接收各類短訊及認證碼 虛擬信用卡 Wirex App 新加坡註冊新金融機構Wirex 防止各下消費記錄被追蹤 保護各下私隱 避免國安法及 基本法23條迫害 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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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